石岗地区过去有不少农友种植阴歌桃 不过由于栽培管理不容易因此逐渐失传 但陆文林林明珠夫妇依然坚守着传统的好滋味 种植三四十棵的阴歌桃属于翠桃的一种 酸甜翠口是不少老桃的最爱 农友表示今年气候得意 再加上防治东方果实营成效不错 产量以及果实大小都比往年来的好 农友仔细清洗每棵果实的外表 小心呵护同时也一点也不马虎 一颗颗翠绿的桃子跟一般桃子的形状不太一样 怀旧酸甜的阴歌桃 过去在石岗地区有不少农友种植 但因为照过废工 而且容易遭受果实营的危害 如今仅剩两三户在栽种 套袋其实只是治标而已 它不治本 它一下到下雨 它已经长大的时候 它会附着在那个磁带上 那个那时候纸就比较脆弱 它还是能盯过去 而且雨后的果蝇是更加苍绝 阴歌桃原产地在中国大陆 引进台湾后因为气候的关系 比一般桃子晚熟 不过因为生长齐长加上照顾不容易 许多果农都改种价格比较好的品地水蜜桃 属于翠桃的阴歌桃 平常起来滋味酸甜脆口是不少老套的最爱 它是属于脆桃系列的 跟甜桃不太一样 可以说是算古早味的一种 因为有的人喜欢吃那个脆脆又酸酸甜甜这样子 甜桃它就是没有那个酸度 所以只是甜甜的微甜这样子 如果又遇到梅雨剂 它的糖分起不来 因为孩子爱吃因此入文林林明珠腹部继续栽种三四十颗的英科桃 而今年气候得意生长期遇到下雨 再加上提早防治东方果实益成效不错 果粒大小以及收成都比往年来得好 介绍专专台中产报道